好 再來就是我們要看一下那個那十次實驗是什麼樣子 好 現在我們觀察一下 如果你跟我一樣的話 我們就直接去看一下這個表格上面 這十次的它的平均值跟變異數標準差 好 就先看這個mean standard deviation跟variance這三個這三列就好 好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這個mean雖然說變化都很大 但是大致上 對 大致上來看 這個mean 我還沒有切到這邊來 ok 剛剛那個錄影可能是不會有看到怎麼輸入這個地方 我今天就直接 好 現在我們看的這個是5對不對 這是5次的 每一次實驗抽出5個樣本 好 你們大家如果先做到這裡的話 先把這張表格呢 先匯出為一個網頁檔 好 就把這個分析表先匯出為一個網頁檔 好 你就只要選這個表格這個有個分析匯出 好 選擇匯出為網頁檔 因為這樣才能夠做接下來的另外一件事 好 就是把它給匯出來 好 那我自己是已經有先準備好了 我就是直接打開我已經匯出的結果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像這樣 好 就匯出的結果 這是5個的 好 那這個先 你們匯出後你們先同樣跟我一樣 就是先另外開一個視窗打開來 好 因為等於我們要馬上做一個比較 好 做什麼比較呢 因為你們有沒有注意到這5個的 他們每一次實驗的平均值跟標準差變異數 都跟母群的參數差很多對不對 特別是標準差跟變異數 平均值雖然也是有些差距 但是不管是變小還是變大都不會超過10 就是沒有什麼超過1 大於110或小於90的 好 那這10 那在這裡我要請大家做一件事 現在修改一下 每一個實驗裡面的這個計算變相 把第二個參數直接把它變大 我建議改成100 直接改成100 可是每次實驗 就是直接是找100個人來去做實驗 好 那你們看到更改數字 這個下面這個統計表也會跟著變 那同時 我現在先改了兩個 現在大家有沒有看到 跟那個前面的比起來 我增加到100 平均值跟變異數標準差都有比較接近 暮勳了 有沒有注意到 好 好 繼續改 就這樣子改到說 那個這10個都改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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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們改好之後 這裡現在是改好了之後的樣子 然後剛剛要你們另外做匯出的有沒有 我稍微改一下錄影軟體的設定 把它改成就是分享全部的畫面 這樣子的話大家就可以比較看得清楚 好 好 好 就是你們可以在 我現在你們如果有把剛剛那個5個的那個10的模擬結果 好 這樣子因為有另外一個視窗了 你把兩個視窗並排 兩個視窗並排 就可以看到一件 你們 你們可以 你們 我們現在可以來看看 增加前跟增加後 那個每一次實驗的平均值 你們覺得5個的用5個的那個實驗結果模擬出來的平均值嗎 還是用100個模擬出來的平均值比較容易接近 哪一個比較接近母群的母群參數的期望值 好 這是那個第二個問題要各位去觀察並且做做紀錄的 那同樣 標準差跟變異數 好 那這個請記得請記住喔 那個母群的平均值實際是100 標準差是15 所以變異數應該是15的平方也就是225 好 所以你們現在可以看到 是不是那個 100的 比較接近母群參數的次數 是比只有5個的次數還來得多 OK 好 你們先記錄一下 這個先記錄一下 這是屬於第二題 這是我為什麼要你們去比較 看這跟母群參數的差異變化 這是為什麼我們 當我們要做 那個 要做一個研究的時候 需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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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會是希望說 不僅是 樣本是隨機取得的 樣本數或樣本的量 都也要 也要盡可能的 越大越好 這其實有很多要考慮的條件 但是我認為 首要考慮的條件是 為了 估計的 那個精確性 好 你們可以看到 所謂的越精確就是指的是說 每一次實驗的 得到的 得到的這個 樣本的 平均值 跟它的變異數跟標準差 是 樣本越大 就會越接近